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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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开创了一个很棒的诗的诗记 可不可以先请总编帮我们介绍一下 《创世纪》这个诗刊 《创世纪》是在1954年创刊的 它最初是由洛福老师跟张默老师 这两位在左营当兵的军人 在军营里面创刊的 所以他们真的当初就是二十多岁 二十出头而已 对 很年轻 洛福老师是二十六岁 然后张默老师应该是二十三岁 对 然后他们都是军人身份 是 然后当初在在那个左营当兵的时候 他们他们本身就是喜欢诗的 诗的人 然后在台湾南部没有任何诗刊 然后在北部有有现代诗 所以他们就想说他们要在一个 在南部就创一个诗刊这样子 就很大胆的 然后就去稍微自己出了一点钱 然后在 而且还是在海军的那个印刷厂 印刷的 对 然后当初印量也很少 对 然后就创了这个一个 一个 其实大家没有人想到 最后 最后这个在南部创刊的诗刊 其实是台湾寿命最长的诗刊 就是他到今年已经六十年了 对 然后中间其实有非常非常多重要的诗作 都是在这个诗刊里面产生 虽然在现在可能因为诗本身在台湾 他的发展没有 没有说非常热门 但是在诗的这个领域 他是真的是在在这个过程中 养了非常把非常多诗人培育出来 所以他事实上不只是年代上 他是最长的 其实我们也认为 他是影响最深远的一个诗刊 对 其实当年三位老师 洛夫 张默 还有亚轩老师 对 年轻人那时候创诗刊的时候 真的很不容易 三个军人创诗刊 然后他们三个人戏称说 他们荡了裤子 要保有自己的思想 亚轩老师讲的 对 三个人常常进出当铺 把东西荡了 然后就是要出诗刊 我们在做这个这本书的时候 也去翻了当初早年的那些杂志 对 其实他们真的是 我觉得他们从现在的角度 那真的很不会行销啦 就是常常我觉得 我们那时候 我们在查这些资料的时候 甚至要在哪里买 可能都不知道 他可能就是必须是 由购化布到哪里 比方说三块钱五块钱 寄到哪里去 那个整个过程都非常的麻烦 我们自己觉得 那个诗刊真的能够存在 实在很不可思议 对 而且他们三个人 想尽了各种方法 听说还曾经在那个 电影院旁边的上面会 你可以在当年的电影 其实你可以上广告的 对 对 对 是在电影上面 对 他们就用那个 洛夫外找创世纪出了 这样的方式 希望电影中 看电影人能看到 创世纪是看出了这件事 能够宣传出来这样子 所以他们当初 用很多种方式 可是这个过程 真的很辛苦 就是我们都知道 他们都是用 基本上都是自己出资的 对 所以 我觉得现在 现在我们现在看起来 就是说当年他们这种 创业的精神 然后有给予的 希望把在南部 在全台湾有一个新的 诗刊能够出现这个精神 非常非常难得 对 其实经过六十年时间 刚刚社长也说 有非常多台湾重要的诗人的第一首诗 是发表在这里 培育了很多重要的诗人 是 是 是 时间经过六十年 我们现在要再回头来看这本诗刊 我们要如何 用什么样的方法 向他致敬呢 所以我们今天诞生的这一本 是 向创世纪致敬的 创世纪的创世纪 对 这本书其实放在架上 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 觉得它好缤纷 好漂亮 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书 其实我们有 有几个思考的重点 就是 第一个是说 因为我们是为了 创世纪六十周年而做 然后我们在做的时候 其实说真的 我们并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文学出版社 对 我们不像很多出版社 它可以处理到 找新的 全新的观点去 去写论文 做论文集结束 开一个研讨会 其实台湾有很多 很棒的出版社 可以做这件事 我们作风比较怪异一点 我们心里是想着说 我们有没有可能用 视觉的方式 然后让原本不是这一群 原本读师的这群人 我原本完全不知道 创世纪是什么 的人能够也对 这个创世纪有兴趣 所以我们当初 在这个设定的时候 就想说 我们就要用一个 非常华丽的方式 让人家走到 出店的时候 我忍不住想要翻开来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就算我读到了一句诗 对我们来讲 也值得了 对 我们就是试着 用这样的方式 然后另外一种 思考方式是说 当年1954年的时候 这个诗刊 如果我自己假想 我1954年在台湾 看到这个诗刊 我一定会非常非常兴奋 对因为它文字里面 所传达出来的视觉 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对 它的颜色是 是无法描述的 对我们自己再去 回想这件事的时候 就慢慢归类出这样 对那些诗剧里面 出来的颜色 我们现在其实没有 没有看过 对那我们要怎么样 把这个东西传达出来 就是 那种惊喜跟感动 对对对 那种翻开来 我的那种兴奋感 对 我们在今天如何能做到 对 尤其其实台湾的出版品 非常的多 对 还有很多电视 很多网络的讯息 是没错 对 所以我们就想说 那我们在现在 对现在完全不同的环境 对 我们怎么样让人家 我们怎么样重现那个 在1960年前 翻开一个世纪的兴奋感 所以你们用了好多颜色 用了对 用了好多颜色 非常非常多颜色 红尘黄绿蓝 没有啦 没有那么多啦 像色票一般的 对 然后封面又用一个 很大的烫金这样子 对 希望它金光闪闪 好 其实你们在编辑序言里面 第一句话就非常吸引我 你们写说 诗的世界跟梦境有些接近 因为只有在梦境里 我们才会相信文字 有如此真实的力量 对 说真的 我们某种角度 跟很多编辑比 我们真的是诗的外行人 但是我们自己 是还是会 阅读的时候 我们还是感觉到 兴奋感到 很喜欢这些诗这样子 那我们又不断地 想要找一个比拟的方式 说诗到 诗它之所以有一个力量 为什么我们读一个诗的时候 它提到一个意象 我们会深入其中 我们会相信它 那有一个很奇怪 那好像我们在读诗的时候 是一个奇怪的状态 对 然后那个状态不就像梦一样吗 有一个东西出现 你在梦里面 你就会相信它是真的 就像诗提到 其实它根本不在眼前 它提到了一个 天上的飞机 天上根本没飞机 但是你在读诗的状态 你就会相信 那有一个飞机 然后进入的状态 随着它的叙述 走完整篇 对 这就像梦境一样 很像一个超现实的幻境一样 对 我说我们觉得 那个诗的力量 好像就是这样 就像一场梦 那这本书也想要 以这样的梦境的方式来呈现 你能够因为一个意象 然后跟着走进去 我们希望达成的效果是这样 好 其实社长自己本身 也是文艺青年 年轻的时候也参加过 创世纪的活动 对不对 对 我觉得那年头 有一点点想要 有一点喜欢文学的人 一定会注意到 创世纪 而且那时候 我觉得创世纪 很厉害的一部分是 他们办活动 也办得很多 然后我那时候 在十七八岁的时候 有参加过 他们有一个 他们连续在那个 陈品 办了一个诗的星期五 每周五 都会有一个诗的讲座 然后大家来朗读诗 有时候有请外国的诗人 我觉得还有参加过一个波兰诗人的 然后管管老师 洛福老师 都有在那边朗读诗 对 我觉得那时候诗就是跟声音 结合在一起的东西 对 我觉得真的少年 好适合写诗读诗 这少年 我吗 这三位老师 创办的老师 不也都是十几岁 二十岁创办 对 其实回想 他们二十三岁的时候 我二十三岁 我除了想要 就想要念书之外 我根本不知道 我要做什么 所以他们 我觉得他们实际是非常 有报复志向的人 他是一个包容性很大的人 然后他作为一个编辑 绝对是我们所有出版社的典范 他让很多 他发掘了很多年轻艺术家 只出了一本 诗集 但是他的诗人地位 其实也是不可动摇 所以他的两个面向 一个作为诗人 一个作为编辑 都是非常非常厉害 我们刚刚其实节目一开始听到那个 念诗的声音 其实是亚璇老师 他念他自己的儒歌的新版 他也是一位非常传奇性的诗人 在联合复刊主编 二十一年 也培育了非常非常多的 提起了很多诗的后劲 可不可以先跟我们介绍一下亚璇老师 他是一个包容性很大的人 然后他作为一个编辑 绝对是我们所有出版社的典范 他让很多 他发掘了很多年轻艺术家 年轻从插画家 摄影师 然后写作的作家 对 很多很多人都在他的栽培下 比方说在我们那个 在导宇写作系列 导宇写作那个纪录片里面 比方说像蒋勋老师 阮一宗老师 这些人 云门的 云门的云环米老师 对 最初都是经由他的关系 而进入到公共的领域这样 被人家注意到 所以他作为一个编辑 他作为一个把文化找到正确 找到好的人进入文化圈的 他是非常非常有 超乎常人的眼力这样 是 我记得在 他们在导宇写作系列 拍亚璇老师的时候 他在纪录片里面说了一段话 他说 他是可以闻得到天才香味的 就是他形容的 其实就是吴胜老师 对 吴胜老师的那个 大家所众所周知的 附贺那首诗 其实第一首 他的这首诗 第一次刊载在 联合报复刊上面 对 真的非常厉害 对 对 那个是我们都非常 希望拥有的能力 你说闻得到天才的香味 非常 是 然后另一方面 他作为一个诗人呢 他事实上 很有趣的是 他只有写过一本诗集 他只有出过一本诗集 然后看起来 我们可以找到 他好像有出过好几本 其实从头到尾 都是同一本不断地增开 所以他是传奇性的一本诗人 是 在台湾文学上 有绝对的贡献 就是说大家 在提的诗的历史上 绝对会提到他 对 如何建立这样子的地位呢 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只有一本诗集 可是却可以让大家 这么地肯定他 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诗写得太好了 对 他们在 我记得好像是在影片中 也有提到 就是说 亚学老师自己说 他是早年结渣 然后洛夫老师是高龄产妇 这样子 因为他一个人 不断地创作 对 出了超多的书 没错 对 可是亚学老师就只有出一本 对 对 所以还非常 对 所以亚学老师 虽然有一个 只出了一本 对 诗集 但是他的诗人地位 其实也是不可动摇 所以他的两个面向 一个作为诗人 一个作为编辑 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好 亚学老师 如歌二行版 其实在这本书里面 我们也把它收入进去 而且很特别是 我们还找了插画 来一起搭配 对不对 对 没错 社长跟我们介绍一下 为什么要这样子 去呈现他的诗作呢 就是我们在从 做第一系列导演写作 一直到现在 我们其实一直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如何让 不只原本读的读者 让更多年轻人 会对诗会有兴趣 对现在看起来可能年纪 稍长的那些作家 会有兴趣 在市场上 我们明显出现一个断层 大部分这些诗的读者 这些文学作品 大部分都是四三四十岁 左右才会去阅读的 才会去买的这样子 那我们一直想说 我们有没有可能做一些 大胆的尝试 让年轻人有一点可能性 去发生兴趣 对 所以我们在这一次 就其中就有一块 就是希望说 找一些年轻的插画家 其实台湾的插画 插画跟漫画 其实有很多非常厉害的 年轻作者 然后用他们的手 用他们的画 然后用他们的诠释 这样能不能让这些诗作 有一些新的 新的感觉出来 所以我们就 特别为了三位诗人 找了三位很年轻 真的都也是二十多岁 对 的插画家来 来把它画成 意象式的作品 对 三位诗人搭配的画面 其实也都不太一样 那鞋导师的插画师 是川贝姆 他是 现在新一代 非常非常厉害的插画家 他现在目前 跟Nio Tice 是长期合作 对 真的是国际型的 是 所以我们当初 如何跟他沟通 请他为亚璇老师的 这首诗做插画 在这个工作流程里面 我们有一个 文学特约编辑 他对于诗 他本身还在念 这个文学硕士 硕士 对对对 文学硕士 然后对这些诗 都非常熟悉 特别是对这三位诗人 都非常熟 所以这一位 他会负责在后面的 诠释的问题 都由他来解答 所以我们把 我们首先是把 大概十几首的诗 亚璇老师的诗 寄给这些插画家 寄给川贝姆 然后请他挑一个 他最喜欢的 这样 结果他挑一挑 还是最喜欢的 最有直接感觉 就是如歌的新版 对 然后他有问题 就问 有一些诠释上的问题 他就问我们的 文学特约编辑 这样子 然后他会出 第一次的 他出了两次草稿 然后我们都看过了 然后最后 才订稿 亚璇老师 自己看到插画的时候 他自己有什么评语吗 他的评语是说 年轻人应该会喜欢 然后第二句是说 这个纸子用好好 我诚实说出来了 老师好可爱 老师自己形容说 刚刚因为他 社长也讲过 其实老师 只有一本诗集 对 然后老师就说 自己是死火山 而且还是失败的诗人 但是他是成功的编辑 对 其实老师太谦虚了 太谦虚了 他太谦虚了 对 创造一个 一个想象的世界 然后那个世界 不是用逻辑去理解的 诗 所谓的诗 他真的不一定要说 就像现在的散文 或现在的一般的 非虚构类作品 就是每一句 你都要有一个意义 你看懂 它才需要存在 陆福老师的作品 是因为风的缘故 对 我们也找了一位插画家 跟他一起搭配 是 他其实也是 一样的模式 对 然后这首诗也是 他选的 然后他选的会 我觉得因为他的风格 就那个 阿力荆棘儿 对 他叫阿力 对 这位插画家 插画家 阿力荆棘儿 对 我猜他是因为 比较喜欢那种 浪漫的感觉 所以他挑了一个 比较 比较 能够 入手的作品 对 因为他跟 比方说像我的话 我选弱夫的话 可能就会 绝对会选 十世之死亡 对 我完全不知道 怎么画这样子 对 那个对我的震撼 太大了这样子 但是我们也都知道 在一般 一般大众流程里面 因为风的缘故 其实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 对 所以他就 他后来就挑了这一首 是 对 然后也 他的方式 当初我们在跟他规划的时候 其实原本是希望是 是漫画形式 其实我们后来也真的发现 诗作要变成漫画 真的很困难 因为那个叙事形式完全不同 对 所以最后在呈现作品上 就是用很意向式的插画 比较密集一点的插画 然后把那个 那一段他对 洛福老师对他太太的情感 是 把它呈现出来这样子 对 好 其实在节目开始之前呢 我有偷偷问过社长 就是请问一下 这本书这么的 colorful 你们如何为 每一位诗人 跟每一首诗 挑选他适合的颜色 当然我们真的是 拿色票在那边挑的 真的吗 是 那这一本真的很像色票 很像 是 我们希望他 大家目眩神仪这样子 对 我特别留意到这边 它的排版上面的方式不太一样 它是台湾很独特的 日新注字行做的 对 我们在做这本书的时候 有希望让各种不同的素材呈现 比方说我们一方面 用漫画的方式 用插画的方式 用视觉让年轻人去感觉 另一方面呢 我们也有想要 偷偷地想要说 当年火板印刷印出来的样子是什么样子 对 所以我们在里面三位诗人的部分 各选了十几首诗 对 然后去特别去请日新注字行 用火板印刷把它印出来这样子 所以那个感觉很有趣 社长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 火板印刷跟我们现在看到的电脑印刷 有什么不同 火板印刷是就是我们所谓的古藤堡革命 或者说印刷革命 讲的都是火板印刷 它就是基本上是用签字一个一个组成 然后做成一个一块板 就是我如果要写拼成一首诗 我要找这一首诗里面每一个字 每一个字减出来 拼出来 然后拼出来的时候呢 空白的地方全部要是千块去补满的 对 所以空白部分 对 很多 很多 对 所以然后它印出来呢 它摸起来会有一点 因为所谓平板印刷 就是说它其实 那个字本身是没有压力 所以它指的摸起来并不会有凹吐的感觉 但平板印刷 因为就是字的压力下上去 所以那个字会有一点点轻微的触感 对 然后它有一些独特的 独特的一些风格 就是说那个字 因为是签字 所以它那个不会像现在的电脑排版 这么整齐 对 它有点点偏 然后我们从现在看起来 它会反而更有 更有一些特殊感 好像那个字 就是它有它独一无二的特性 对 而不是好像你隐隐会觉得 跟其他本会有点不一样 对 所以我们希望把那个感觉 让读者在读试的时候能够感觉出来 就是说 这是一个跟你平常平面读 快速去浏览过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对 在看的时候 你会被那个字所牵绊 然后更仔细地一个字一个字读进去 对 我们是希望能够 一方面是为了像过去的火板印刷 这些 这些 当初出版创世纪的这些编辑们 当初就是用火板 一方面是像那个字进 对 一方面也想借用它的特殊效果 让现在的读者读的时候 读慢一点 刚刚社长你有讲到 您最喜欢洛夫老师的 你说带给你很大的震撼 可不可以跟我们回想一下 那时候这首诗带给你的影响 你那时候受到什么冲击 你为什么这么喜欢诗 这些洛夫老师说起来有点丢脸 其实我不那么了解 我不能够 比方说我不能像一个学者一样 每一句话说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什么意思 对 我只朦胧地知道 那是一个描写战争与死亡的 对 但是 对我来讲 他读起来就是 就算是光念出来 都觉得很不可思议 这些字怎么可以组在一起 这些异象怎么可以叠在一起 然后当初第一次读的时候 我可完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对 他的内容就是 偶然昂首相邻居的涌道 涌道 我便愣住 对 在清晨那人以裸体去背叛死 这些字当初我可能读起来 真的都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第一次的时候 对 但是那些整个字句加起来 他创造一个想象的世界 然后那个世界不是用逻辑去理解的 但是他就是很 超现实 对 非常的华丽 残酷 单纯只是这样子 那时候我也会觉得说 所谓的诗 他真的不一定要说 就像现在的散文 或现在的一般的非虚构类作品 就是每一句你都要有一个意义 你看懂 它才需要存在 它不需要这样 你读起来 它可以是 某种角度它可以像是音乐的音符 对 你读起来 它就是好听就好了 对 它应该有不同的欣赏方式 这在现在的阅读里面 是比较少见的 对 但是当初我读起来 它就是非常的漂亮 它给我 在情绪上就是会给我震撼 但是它并不是意义上 理解上的 对 这就是我出浅的 就是我当初会觉得 会被震撼的感觉 就是纯粹从这样子来的 好 其实虽然社长刚刚说 台湾的诗有一些断层 但是其实我们这两年也看到 台湾很优秀的年轻的诗人出来了 然后我们真的也很高兴看到 你们出了这本创世纪的创世纪 帮我们把以前的传统留下来 然后也希望真的可以吸引到很多 原本不读诗的读者们 来欣赏喜欢诗 是 谢谢社长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